有一次,有来自美国的一个牧师来讲道 然后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呢 他有另外一个翻译员替他做翻译 然后这个美国的牧师啊 习惯就是每一次在讲道之前一定讲一个小话 然后当场呢就是听了这个小话 全场的都拍手,很高兴的就为他讲的小话拍张 但他演讲,就是讲道过后,他就问那个翻译员 刚才我的故事,我的小话三分钟,讲三分钟 为什么你讲十秒钟他们就拍手了 他不明白,然后那个翻译员就对那个牧师说 因为我跟大家讲,他现在讲的是一个小话 请大家笑一笑 我今天没有翻译员 也不要勉强的给面子的笑一笑啊 所以,就是这样 OK,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末日的一元的系列 第六个系列 然后我们今天主题叫做终极大神看 我们在过去的系列里面,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耶稣再来的证兆 我也给你说,二零一二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吗? 对三个礼拜 也讲到二零一二是一个世界末日呢? 我也解答了 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终极大审判 我给你看一个,介绍你一个人 我也自己也很难读他的名字 OK,这个人 叫做法兵安逢沈拉布伦多夫男爵 这个是谁呢? 照我介绍一下 他,这个沈拉布伦多夫生于1907年 在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他参加了德国的军队 并且很快的升职 他很聪明,承受性为律师 他很快意识到 那个德国的那个纳粹领袖 希特勒是一个疯子 尽管当时他已经是一位军官了 他还是参加了反战组织 就是反对希特勒来 来去战争,世界战争 然后他也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他明白希特勒在毁灭德国 以及千百万无辜的生命 但是,这个刺杀行动失败了 他被盖斯太宝逮捕 然后并带到法庭里面 被纳粹分子判处死刑 要立即自行 在柏林的法庭上 开庭后,法官和全体的审判团 一直一直宣办他罪名成立 立即相决 不得上诉 在他被带离法庭的时候 空隙警报响了 一颗炸弹掉落爆炸了 当时法庭里所有的人都死了 除了这个帅哥 后来他就成为了战斧 曾被辗转几个战斧营 战后他侥幸存活下来 并成为俄国人最受尊重的一个法官 我们看到这个人 真是一个命运大逆转 看到这个人的生命一生的故事呢 我们能够讲什么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将来有一场的大审判 你我一定会参与的 你要不要到这个大审判一定会参与 好像他站在那个法庭里面 那就是来自摆设大宝座的那场审判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三 我又看见一位天师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一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他做出那种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捧绑一千年 任他在无底灯里 将他捧换我 又应奉他 使他无人来破灭我 等到那一千年满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全民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也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上帝制造被斩折的原文 而那没有经败过受和受降 也没有折战的手里 收过他应激之人的原文 他们都复活了 以基督一共作亡一千年 这次同一世的复活 即使其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晚了 Amen 我们就祷告 天父今天早上我把这个经文 而即将要分享的道 交在你身手里面 主我求你打开我们的属灵耳朵 而眼睛能够看见和听见 主你要对我们分享的话 吃给我们受降的心 给我们启示的灵 明白你的话语 并且不知的听 并且遵行自行你的话语 供耶稣的名 大家 Amen so 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能看到呢 将来耶稣要掌权一千年 所以呢 我们就有千十几年的 国度的一个说法 英文叫做Millennium 一千年叫Millennium Millennium Kingdom 就是耶稣会亲自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个一起掌权 这一千年 我们来看一千年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 OK 什么是千禧年 千禧年Millennium 是由两个拉丁文所组成的 第一个是 OK 让他转一下 Millennium Millennium就是一千的意思 Enum就是年的意思 所以因此特成的意思就是一千年 OK 这个概念来自于刚才我们读的创世 启示录二十章 其中六字用到了一千年 圣经也只有在此处明确提出千禧年的教训 OK 我们将来要跟耶稣在一起一千年 那么怎么一千年一千年里面就是千禧年 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 有个短片 我来看 不关心 我们来看 美国的大秘密 2004年南亚海啸 地震强到9.3公斤 10尺高的海啸弘素东南云 2005年美国卡路面蜒巨峰 12号宝球 美国深入意量 数十万市民人急疏伤 2008年中国文春大尾震 地震强到8.3级 商榜营数超过40万 2009年台湾水栽 多人失踪 无家可归 天理的反常力 专家达议除了英国的全球缘化 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英国的保护着地球的地址 开始迅速減弱 自从135年日 两个小时记录地球的地址 以来 它的视力不断地减弱 有专家相信 去到2012年地址会完全消失 导致南北极导致 地址消失会有什么效果呢? 第一样就是我们一见到的地震和海啸 因为当地球的南北族转移 地址就会变得很不稳定 我们可以连到1973年历 全球的地震次数 严利严重力 南亚海啸 临村寨的地震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地址变动 但同在地外海洋流动也都反常 地址的温度 也非常受到海洋的影响 一样解释了 为什么人没有这么多反常的听力 就像07年 当勾着地址跌到40度的时候 中国反而遇到50年最严重的大雪灾 同年位于中东的地址十万年落雪 这些现象 并不是刚刚出头领化可以认识到 另外专家也发现 历史是对人类的健康 和情绪是一个很大影响 我们见到这几领 SARS和琼琼琼琼 就应该进行动 我们长短片的鱼 就会到电影看二 在这两天里面 你会听到 专家 专家 专家感人的硯定 你会听到 即数捗 深夜 天仓 铐铐 特专家 深夜 未耐天 发生得越来越优越 所以当心有愿 有了空丁 会在幽裔又那么勇猿 大公人 好想似你之多 你已经闻到负旅 既然为我 最後我想跟您分享一個在同樣講的影片發生的訊息 2004年12月印尼海嘯裏面有一個一圖叫做三笨 它是一個孤兒院的負責人 海嘯那一圖身上面臨著海嘯來臨的危險 看到他身上有隻爛船 於是擲帶著身家的小朋友 風衝浪浪地上船 風衝浪地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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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所有的車和影機運 都被巨浪吹壞了 越知道大便是 當巨浪都大約距離 十五隻的時候 它山上非常沉重 目前負責主義這麼多幻的海浪 令漫漫急關頭 山塞在空衝浪地上 給了他的磨碑訴訟 於是他就對著口號大聲說 火鳳神師爺送給他的名字 力量給名字 而現在 對眼前所見到的 只有三十隻的巨浪 真理得上船船船 最後 心力捧之二十分多時間 全部都停下回事了 當時 他們摸電 大約回到車 用船船船船船 和船船船船 他們都看見這件事情 他已經邊看到 三等平凡時 只是一隻貓圓著手 的口船轉頂了 了解 他只是馬上的 兩邊螃蟆腳 而又在船底 慢慢穿著船船船 無積沈船船 在困惑中 神有助力到四個蘇生棋�hay 你现在有风了,你应该去想离开了 你应该去想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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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通常帮这个视频不是来吓你的 但是这个是 我让你明白 让你的情形 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每当有灾难 每当有困难的时候 神总是听到他的声音 Amen 上个礼拜你也看到那个video 911的那个见证 今天你看到南亚海啸的那个见证 神总是在你的危难的时候 伸出他的手来 帮助我们 我们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 什么事件标志这千禧年的开始呢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他们都复活了 以基督律同坐亡一千年 这是同一次的复活 只是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一千年完了 有一件事情 必须能够看得到千禧年开始的 就是死人复活 你最好是 现在活着 不要等到最后 那时候复活那就很糟糕了 很多人在教会 他是死的 因为有一次牧师讲到 他在那里睡着 和死人没什么两样 然后我们再看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而天使长的声音 有善意的耗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所以说 我们能 我们结论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千禧年的到来 必须有一件事情 就是死人的复活 一定要发生 我们来看 第二件事情 OK 什么事件标志这千禧年的开始 第一 第一 耶稣必再令 在基督里死的人 必先复活 然后 刚才我们也读了经文 和基督一同作王 一千年 所以呢 这些都是会发生 在前几年的 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个赞 一千年里面 我们会看到 有第一次的复活 开始是 用第一次的复活开始 还有第二次的复活 结束了一千年的 这个千禧年的掌权 我们来看 GC next 头一次复活时 还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读一段 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五十一到五十章节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 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伊萨时 乍眼之间 号筒末次推响的时候 因靠统要想 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死坏的 总要穿上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穿上不死的 我们再去读另一个经文 在菲律比书第三章 二十一节 他这样讲 他按着那能 叫万有归服自己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圣经说 在千禧年的时候 必有死人复活 那我们活人活人呢 活着的人怎么样 圣经讲 我们要改变 就在一刹时 眨眼之间 号筒吹响的时候 使人复活成为不朽坏 我们这些没有死的人也要改变 改变什么呢 改变我们的身体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和主耶稣的身体相似 那你说 牧师啊 我们改变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的改变 我肯定没有讲 那你可以看读圣经 耶稣复活后 被定死的家 第三天复活后 他做什么 有人说 耶稣复活了就没有身体 好像那个基罗班 这样飞来飞去 飞来飞去幽灵这样 不是 圣经说 他的身体 他还是有身体的 记得吗 他叫我们多玛 来摸摸我的手 对吗 摸摸我的脚 对吗 然后他跟门徒一起吃鱼 海边捕鱼 然后一起吃鱼 所以他是有身体的 所以你和我不用太在意你的身材 好像我这样身材 我已经不是很在意 因为事后 将来 上帝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 辣椒 我说辣椒辣椒 将来没辣椒的东西 那是我讲的 圣经没有讲的 所以 你会看到 我们活着的人 身体会改变 然后我们看到耶稣从那边 也本人在这边 然后又在那边 我们能够创墙 哎呀 浪平了 骨鸡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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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阿们 基本上 头一次复活的时候 世界上只剩下四种人罢了 没有男人 没有女人 没有老人 没有年轻人 就是只有四种人 第一个 大家 活着的义人 义人就是信耶稣的人 还有 死了的义人 还有 活着的恶人 还有 死了的恶人 在先行年有四种人 不是男人 女人 老人 小孩 是活着的义人 死了的义人 活着的恶人 就是不信耶稣的那个人 还有死了的不信耶稣的那种人 十种人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 活着的恶人 他们结局是什么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完语 我觉得你应该读的 你应该知道 一二三 那时那恶者必先露出来 主要用口中的灵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慷光 废掉他 所以 如果你不信耶稣 或者 你身边的人不信耶稣 你应该讲一天你会 上帝的有慷光 会把你废掉了 这不是我讲的 圣经讲的 OK 我们去看下去 所以圣经很清楚说有两次的复活 头一次的复活是死了的一人复活 第二次的复活是叫死了的恶人复活 所以我们总共有两个复活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这个复活很重要的我会解释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虎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 你们一起来复制大上帝的宴席 你可以制君王和将军的肉 壮士鱼马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所以你不信耶稣 耶稣来的时候 他用他的佣光 将领的佣光把你杀掉 你就撕什么 撕什么骗你啊 撕 总之撕灵骗你啊 撕什么骗你啊 撕你不好啊 总之你就满地都是死人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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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头 死人身体 然后呢 你的结局就是给鸟来吃 所以那些被主拥光灭绝的尸体 就成了飞鸟的想念 说谁啊 鸟鸟 鸟鸟 所以说那些没有信耶稣的 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圣经讲 他会被鸟吃掉 OK Next 吴迪坑 他有讲什么吴迪坑吗 吴迪坑指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读得那个经文 OK 吴迪坑 一词的言文就是 吴不得地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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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阿 Ten 阿 阿 阴间的意思 也就是说地上荒凉 苗无人烟 虽然在地球上 但魔鬼的轨迹 无法施展百步的地方 魔鬼这一生里面 他有 他有使命 他也有他的工作 他就是要操纵 百步 或者施展他的法术 在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身上 然后圣经讲 在千禧年的时候 上帝拿着锁石 把捆绑 用大链子把捆绑 放在无底坑里面 有人说无底坑好像在 九大行星的 星球里面的一个地方 把他丢到那边 这个是他们讲的 但是圣经讲 这个无底坑 阿贝意思就是深渊 他没有这样离开地球 所以呢 我相信 在千禧年的时候 上帝把魔鬼捆绑 放在地球 一个地方就是一个 荒凉鸟无人烟 没有人的地方 把他捆绑一千年 直到他没有再办法 和他的随从去捆绑 过着施展法术 或者摆布 操纵人 人家常常讲 我要跟你给一个 一个想法 常讲 牧师阿 这间屋子有闹鬼 或者那个地方有鬼 那个地方 什么叫 我告诉你 魔鬼最喜欢的 不是住一个屋子 空的屋子 没有人的屋子 在那边闹 没得闹的 那边没有人 那边如果是鬼捂 闹鬼 谁会去那边 他坐那边做磨 他的目的就是要来操纵人 要来施展他的法术 在人身上 如果闹鬼 鬼捂 他不是他的首选 他要的是人的心 所以呢 鬼不鬼捂 如果说他要给我来做教会 我就去高兴了 我是在找鬼捂来做教会 所以 都还没找得到 槟城很少有鬼 所以 所以呢 魔鬼 这一辈子 他有个使命 就是要操纵人的生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次复活的时候 哪些人会复活 你刚刚讲到复活吗 我们来看哪一些人会复活 OK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8节29节 这样说 时候要到 还在粉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救出来 行善复活得生 做恶的复活受咒诅 耶稣讲的 句话是耶稣讲的 时候要到 粉墓全部都要打开 所有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然后 有行善的做好的 必复活得生命 然后做恶的复活就要受主咒诅 我们去看他去 然后 在 启示录第二四章 第五节他们读过了 只是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那一切年完了 这是第二次的复活 因为他们不能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们要得到复活 要得到报答 路加福音十章十节 这样说 所以呢 我们有两次的复活 第一次是随活 义人的复活 第二次就是那些不信者恶人的复活 这个你要明白吗 Next 你再问 人死后去哪里 常常人家问的 人家也常常问我 不是了 人死后去哪里 我们常常做记录 做久了 我们都有个标准的答案 哎呀 人死后上天堂了 对不 不信下地狱了 对吗 对吗 我们这样讲对吗 我们来读圣经一下 有时候我们讲 很多习惯性是因为听人家讲 我们没有读圣经 我们来看圣经说 人死后去哪里 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九节和三十四节 诸位弟兄们 先祖大卫的是我们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 他死了 谁死了 大卫死了 也埋葬了 大卫埋葬了 并且他的坟墓 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这个谁 谁讲的彼得在三 在五瞬节 对着三千人讲到 说他讲的 然后说他 大卫死了 大卫埋葬了 对吗 他的坟墓还在今天 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并没有 深入驻天 哈啰 哈啰 对啊 人死后 他仍然在坟墓里面 圣经没有说 人死后上天堂 人死后 埋葬了 然后他的坟墓还在这里 大卫并没有深入驻天 那么人死后去哪里 空宝了咯 人死后去哪里 人死后在这里飘啊 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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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明明记载 十人睡了 等待复活 没有说他们到天堂 过地义去 我们也不能对他们 找我来啊 问你 叫你老婆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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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然后他们也不能 对我们脱墓 帮你老婆去哪里 没有 圣经没有这样讲 明白吗 所以那我们得看下去 死去的人在复活前有多少的感知 给我们看啊 这个很好问题啊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你知道吗 为什么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他睡了 喂 也不再得赏 是他们的迷 无人经验 他们的爱 他们的恨 他们的妒忌 早就消灭了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是 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所以 人死了之后 死去的人 他不会再回来 人间跟你说 嗨 买一杯 斯塔巴给我喝 没有了 OK 然后 耶稣把死亡称为什么 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十一节这样讲 耶稣说了这些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 什么 睡了 睡了 人死了 就是什么 睡了 没有上天堂 也没有地 等待复活 OK 我们叫 我们去叫醒他 所以 其不知 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在 哥伦多贤书 第六章 二节和三节说 其不知 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可以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其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是 在一千年的里面 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呢 圣经说 我们要审判世界 那我们审判些什么 审判世界指的审判是什么 而且圣经说我们也要审判天使 哪一个天使我们来审判 我们来看 圣经又在 启示录二十章 第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 吃给他们 他们都复活了 以基督一同做王 一切年 然后我们看到 我们会有审判 我们有审判的权柄 将来千禧年的时候 我们会有三个surprise 蛮的惊讶 第一 你已经读了 我不读了 第一 我竟然在哪里 在哪里啊 就是天堂 你没有什么 哎呀应该我别鬼啊 我应该我做坏事做劲 我这么样糟糕 我应该是下地狱 虽然我信耶稣我也不配进去 诶 你第一个surprise 诶 我居然在哪里 你上个天堂 OK 第二 大家读一下 有些人为何没在 所有没有慧改的罪 将会公开的 OK 有些人为何没在 你到我天堂 你到那个地方 诶 明明麦克木斯很属灵的嘛 为什么看不到他 哎呦 假辣了咯 你知道吗 你有第一个surprise 为什么我会在那边 我以为我不能在了 我 我 那么多的 没有改变 那么多的 没有慧改 诶 我到了 然后你到了 看到你应该 expect的人 到了天堂的 可是他没有在 因为 为什么 正经讲很清楚 所有没有慧改的罪 将会公开 什么意思呢 所以呢 你趁着还活在世上的时候 该认罪就认罪 是 买替 买 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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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青筋 不要 stip neck 硬的 硬的 爱辨子 硬着你的景象 回来 要常常灰赶在左面前 没有人说 我会改够 我们要不实时的灰赶在左面前 第三 哪里 真的假的,他肯定不能上天堂的 難得你在天堂的時候你就看到他 你會看到他出現在天堂裡面 所以你在千禧的時候,你會有三個驚喜 第一,我會有 我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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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是嗎 那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當我們聖經講有一個人叫 斯蒂芬 是聖經所記載的第一個為耶穌殉道的人 對嗎 當他人家拿石頭丟死他的時候 他剩下最後一口氣看到天開了 當耶穌伸手接他的時候 他還看到什麼 看到扫羅,也就是保羅在那邊笑 對嗎 那時候扫羅還沒有信耶穌 那時候保羅還逼不基督 但是他升天了之後,他沒有看見到他了喔 然後升天了之後,保羅結果信了耶穌喔 對嗎 不只信了耶穌,還做了大使徒 傳福音,比任何使徒還要努力去傳福音喔 一天他們上天堂 帶斯蒂芬呢 誒,我不是要吵啦 天使你有點搞錯 這傢伙能夠上天堂啊 當時他殺了不少個基督徒耶 這個人啊,罪惡朝天喔 連保羅他自己講 我在罪人當中 我不只是罪人,我是罪魁 我是罪的王 保羅自己也承認他是罪魁 你怎麼躺這樣的人上天啊 所以在前十年裡面,你會有很多驚喜 路口恩,路會搞 路嘎嘎不搞 路嘎嘎不搞 你明白意思嗎 不要以為說我信仰耶穌 我有去教育,肯定沒問題的 上帝人都給我bypass了 我已經買ticket了 像我去新加坡 每一樣東西都要ticket 哇,很假的一下 這個也要ticket,那個也要ticket 全部都是要錢 不要以為你拿了ticket就可以上 不要以為你拿了ticket就可以進 Next 千幾年結束都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一千年過後 會發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 還蠻長一點的 我們來看 薩加利亞第四章第一節 第十四章第一節和第四節這樣講 你看啊 以我的日子临近 你的財務必備 呃,想 想 就這樣讀 搶 搶 搶掠,對 搶掠,在你們中間分散 那次他的腳 必站在耶路撒冷前 呃,前面 朝中的橄欄山上 這山必從中間分裂 自東到西成為極大的骨 山的一半 北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OK 呃,幾书二十一章第二節他講 我約翰又看見聖城 新耶路撒冷由上一那裏 從天而降 預備好了 就如新婦裝飾 整集等候丈夫 聖經講 到了一千年之後 耶穌會再來 那,咦 不對啊 聖經講耶穌會再來一次過了嗎 那變成耶穌來了三次啊 你要不要搞錯啊 第一次,耶穌來到人世界 第一次做嬰兒 生在馬草樓裡面 然後為我們醉而死 第二次他來 把我們在空中相遇 從聖經那邊講 從來沒有看到耶穌 或者聖經講耶穌 腳踏在地上 因為時候還沒到 他要跟門徒一起掌權一千年 明白意思嗎 因為惡人還沒有遭到報應 那些不信的人 或者做惡的人 還沒有遭到報應 耶穌會把他腳踏在地上 直到這個惡人 遭到惡人被審判之後 他的腳才踏在這個耶路撒冷的山上 也就是橄欖山上把它分裂了 然後接下來呢 聖經講 有耶路撒人聖城 所以那個他們打到半死 為了要爭的那個耶路撒人 對耶穌來講 一點興趣也沒有 那為了誰呢 我還記得嗎 聖城的界定為了誰 底基督 而耶穌所要的耶路撒人 是由他從天降下來 由天降下來 他自己預備的耶路撒人聖城 明白了沒有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東西來的 他們忙著要見的耶路撒人 不是為了耶穌來的 是為了敵基督 讓敵基督進入那個聖殿 坐在那個寶座上 自稱做上帝 然後真正的耶路撒人城 是由耶穌從天降下來 明白呀 next next ok 撒旦被釋放後 會有什麼事呢 你看 那一千年過後 撒旦必從監牢裡 被釋放出來 要以後地上四方的列國 就是 哥哥和馬哥 叫他們繼續打戰 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 他們上來遍滿全地 各圍著聖徒的營 以蒙埃的城 就有火 由上帝那裡 從天降下 吞滅他們 那我要解釋一下 這四方的 過一千年過後 撒旦被釋放出來 一丟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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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了 他出來 出來了 他就出來 迷惑地上的四方的列國 就是所有的人 那裡復活 該上的 該 該 跟耶穌一起的 不是跟耶穌在一起的嗎 然後被審判的 不是那個了嗎 哪裡還有人 這內國從哪裡來 聖徒聯盟 從哪裡來 這些人從哪裡來 不要忘記 所以我跟你講 第二次的復活很重要 第一次的復活 是一人的復活 就是那天我們信耶穌的人 復活 第二次的復活 耶穌說 要叫這死了的二人起來 因為 你和我有 一起做 耶穌一起做謊 一起來審判 這些沒有信耶穌的人 死了的 的二人 OK 那麼 魔鬼被釋放出來的時候呢 就迷惑這些 復活的二人 一起跟聖徒交談 明白嗎 明白嗎 你看到那個畫面嗎 明白嗎 所以明白 一千年 這個千禧年的國度 千禧年的掌權 真的很重要 我們來看 Next 所以死了的二人復活 跟隨撒旦 要跟聖徒交戰 OK 關鍵時刻 在叫 撒旦被放出來 要跟他們打仗的時候 將發生什麼事 阻止這一千人 起訴第二十章 一節的時候 接著說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大寶座 一坐在上面的 從他面前 天地都要逃避 再無可見之處了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 無論大小 都站在上帝面前 暗卷展開了 並且另有一卷展開 就是生命策 死了的人 都憑著這些暗卷所記載的 照他們所行的 神受審判 所以呢 耶穌上帝做的寶座會出現 然後這些人都會被審判 我們現在看著去 二人被判決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給我們讀一段經文 《非比書》第二章一十節上說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欺席 無不口認 耶穌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於父上帝 然後第二段經文在《非比書》十九章一節第二節上說 這些事以後 我聽見許多人在天上大聲說 哈利路亞 救恩 榮耀 尊貴 全能 已都歸於我們主 歸於主我們的上帝 所以他審判是真實公義的 因他審判那用淫刑敗壞世界的大淫婦 並且從他手裡 抱了 抱了 留他仆人血的仇 給他們 所以那惡人判決之後呢 大家都會稱讚 都會承認 耶穌基督為主 都會稱讚 因為這世界上 所以你說 這世界不公平的 對 這世界的確是不公平的 你怎麼樣都好都不會不公平到那裡 公平在那裡 公平到這個時候 耶穌在審判所有的人 你一生裡面所有的委屈 和你一生所有所做的東西 上帝會照著你所做的報應你 他的 耶穌講他的審判是真實 是公義的 你會得到一個圓滿的一個答覆 圓滿滿意的一個回報 回應 接下來會怎樣 死亡和地也被認在火屋裡 這是第二次的死 凡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 就被認在火屋裡 OK 接下來 我們有兩次的復活 我們也有兩次的死 這是聖經講的 第一次復活是為了一人 第二次復活是為了罪人 然後第一次的死是我們身體上的死 第二次的死是我們永遠 丟在火屋裡的死 OK Next 第一次火中的惡人會如何 會如何 我感覺 還有片刻惡人要歸於無有 你就是吸茶他們的住屬 也要歸於無有 惡人卻要滅亡 而耶活的敵人 醜疑 要向綿羊羹的子 由他們要消滅 如煙消滅 這是聖經講的 萬軍之耶活說 看哪那支領靜 事如燒著的火爐 防狂妄而行惡的 必如摧開 在那支 必被燒盡 根本之條 亦無存留 有人說 哎呀 那些人啊 不死的 那些人就在火屋裡面 永遠燒啊 燒啊燒啊燒 以前我也是這麼認為的 這不是完全的 完全的 如果這樣 這樣的話 那耶穌就不用 审判世界了 那些惡人 不信耶穌的人 就不用非审判了 反正他好像在那個火屋裡面 磅磅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 可是我們不能斷端取義的這樣做 我們從幾段的經文來看 惡人必要歸有 火燒 不會說 永遠不死 在火燒裡面 神經講 他們要被消滅 如燕消滅 一無所存留 OK 接下來 惡者會永遠在火中 被燒著嗎 這永遠 有人講 永遠被火燒著 我們來看 那煞身體的 不能煞眼魂的 不要怕他 唯有能把身體和眼魂 都滅在地獄裡的 正要怕 他在馬太夫人 第十文章 二十八節這樣說 所以呢 兄弟姐妹 第一句的如 今天我要跟你講什麼呢 今天要跟你講 不要太在乎你的身體 會怎麼樣 不要太在乎說 哎呀 有些人啊 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信心說 萬一我受傷了 萬一我死了 萬一我不能 我不能 那個痛 聖經講說 那能殺身體的 不能殺靈魂的 不用怕 所以有權柄 你殺靈魂 上帝 上帝 能夠將身體和靈魂 都滅在地獄裡 所以兄弟妹 我們如果是屬上帝的 將來遇到很多的災難 很多的壁國 你不要怕 你要記住今天 牧師跟你講的這句話 那殺身體的 不能殺靈魂的 不用怕 你的手斷掉 你還是會復活的 你的腳斷掉 你還是會復活的 如果你被那些敵基督 那些獸來逼迫你 來給你很多的苦楚 你也不要怕 你知道你的靈魂一定被證明 Amen 我們看下去 可以 Sorry So 結論 終極大神話 在千十幾年裡面有幾 有多少 有幾樣的事件你必須要知道的 第一 主耶穌耶穌 有兩個人這裡 來 印在一次 一二三 主耶穌必在地 第二 在基督裡十二個人必先復活 第三 以基督一同做亡一千年 第四 耶路撒人生存從天降下 所以你要記住這些習慣 這些事情一定會發生 不要說 哎呀我不知道今天 兄弟妹 我的責任沒有了 我交代了 你不要跟人 我不知道 麥可牧師都沒有跟我講 我講了 如果你們睡覺 你們都不是你們的事情 OK 我已經交代清楚了 這個上帝 這個聖經裡面所教導的是怎麼樣 OK 來我們來幾類 我們來做一個檔告